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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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翻译成中文那个思维 那个思路是不一样 你要懂英语 你要直接走进它的比喻 知道它的比喻的感觉 你就能明白它的含义 而且你不一定能直接翻译成中文 但你的目的不是翻译成中文 你的目的是用英语 理解它在说什么 on the lookout 是什么意思 也是个比喻 你能想一想一艘帆船 在大海里边 在那个大的株干上 有一个海员爬上去 它在上边 一个小东西里边 这是一个小篮子里边 叫一个crows nest 无亚窝 在上面 它做什么 它就是在那 看前面 有没有什么危险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船 有没有什么要主意的 它的那个职位 叫做look out so to be on the lookout 就是把主意力 放在前面看 前面有没有什么危险 或者什么变化 或者什么机会 会来的了 Turbulence ahead Turbulence是什么 是不稳定的气流 你坐过飞机 女生们 先生们 请你回你的座位 系好安全带 我们现在要进入 那个不稳定的气流 那在一个时尚里边 什么叫一个不稳定的气流 那当然是个比喻 就是说那个时尚 就会上下幅度的 那个变化很大 让人特别心慌 可能会溃本很多等等 所以将来 ahead什么意思 就是head是头 ahead的意思 就是在前面 是用头做一个比喻 说你在前面 要好好看 所以Turbulence ahead 代表将来 来临的那个时间 肯定是有危机 是非常危险 会非常不稳定 但是在英语里边 使用一个比喻 是不稳定的气流 所以呢 有专业名词 是占这么多 专业名词 加那些日常的英语比喻 你看到占领了 这么多 剩下来的 就是日常的单词和说法 和另外一个概念 我下次再讲 所以呢 要看懂英语的 那个商务英语 或者其他的专业英语 你必须在里边找到比喻 你找到比喻的时候呢 你能真正地尝到 商务英语的味道 谢谢大家 这些语言语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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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